市民提出五大訴求,政府改了兩個多月都沒有回應 林鄭正說不是不回應,而是不回應 真的沒有說話好跟她說 相反馬場入面的回應真的快很多 為了等新一季可以順風順水 星期三有五大馬房居行拜神儀式 當中包括兩位本地倉主,容天鵬、遙本輝 另外那三位是楊倉,分別是蔡若翰、霍利時和高伯生 其中說到最有排場就一定是容天鵬和蔡若翰 先說到鵬哥方面 上季他贏了29已經表現中規中矩 新一季希望突破上季成績以報答一眾馬主的支持 鵬哥準備了五大小豬和四隻小羽豬之夫一眾人等 誠意十足 到場之前馬主當中就被謝偉俊和太太白穩琴再為搶鏡 9月1日開錄日就是白姐姐75歲生日 見到白姐姐精神飽滿,謝偉俊就全程在旁貼心照顧 似乎沒有受近日政治氣氛所影響 期間兩個人還和鵬哥討論一下外區圓圓動力 新一季的報酬,相當積極 至於騎士方面就有華將楊明倫有來參加 上季他們兩人合作就獲得10Win 新一季希望更加合作愉快 另外上季連馬師一該翠翰這一日都同樣預備了五大石燒豬拜神 見到年屆65歲的翠翰拿起把刀轉兩下 之後就大刀一匯撤在燒豬上 認真霸氣十足 看來他今季依然有心有力繼續爭標 見到蝦王系馬主劉錫翰和神器寶馬馬主梁浩賢等等都有參加 GKSC方面就田湯楊明倫和王浩南等等現身支持 但為何不見上季主帥莫雷拉 原來雷神就記錯時間,最早遲了入場 不過他與賽神先那麼老友,相信都絕對不太介意 至於英席連馬師高伯生 就有神驅系的馬主余潤卿 及葵聰精英的馬主葵聰兄弟團體成員之一的劉耀堂餐場 其中葵聰精英要播放開羅日第2場5,400米 這匹馬初配蝕欣,已到澳洲名將到場後 立即向劉耀堂親自自我介紹,相當懂得做 另外,霍利時拜神就有同樣希威森和田湯等騎士參賽 今季不妨留意他們的合作 至於最後姚本輝拜神就有澳遊系馬主程志輝和程進華等參賽 其中程進華更加爆料 澳遊戰士國內首個目標就是10月12號的2班1000米 又看看到時這匹馬的表現又如何 不妨留意他們 白色恐怖滲透到已經是企業的層面 眼見現在越來越多同事都被無理打壓 我們不可以向他們低頭 如果我們就這樣被滅聲 不敢站出來,不敢講自己的想法 那其實是很可怕的 如果未戰先輸,那其實已經輸了一大半 他們不能全都被殺了 我是空中服務員 我是香港人 不敢想看 可以 不停